桃園的在地人 這兩個東西它其實都是被融合在蓮花這個符號底下 然後我想要藉由把 用船做為載體 然後去承載地方的凝聚力這件事情 藉由這個作品來展現出來 那整個作品上面其實 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以巨型的蓮花 做為整體的視覺的核心 然後整個在船方上面的話 其實有一些像是一些 像是蓮花圖騰 或是一些佛教造型的圖騰 去轉化整體的影響 然後整個作品的 呈現出來的一個表現方式 也是盡量使用一些比較自然的材料 或者是用一種 不會在跟地景做太大衝突的色彩做呈現 但是希望這個作品可以盡可能的融入在環境之中 但是又不會被這個環境所吃掉 然後這個作品本身的名字就叫布布生 原因是因為是 呃是從 蓮花布布生這個典故轉化而來的 然後是希望把 把 呃 呃 詞語上面直接抽空掉關於蓮花的部分 然後藉由這個環境本身的蓮花 做不相呼應 然後讓整體呈現出來的感覺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呃 種蓮花品種最多的就是我們農場 非常非常多 包括 然後觀音年就有差不多有二十種的以上的品種 這個雪漿花一年四幾天 這裡就正在養 那就是看蓮花要早上來看 一大早的話差不多五六點開始看 喔它是很漂亮 啊到下午現在這這時候所有的蓮花都合起來睡覺了 對啊 所以說現在看的蓮花就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沒關係 下午想要看蓮花 我們後面還有種這個牡丹蓮 喔這牡丹蓮的話它是附伴的 所以說它開了就合不起來了 喔所以說啊下午的人也可以 像這個是附伴的它開了就合不起來了 不是這個不是牡丹蓮 它是屬於娃娃蓮的一種 那邊我去叫做那邊有助你的十字架 全擺的 全擺 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這邊是它的農場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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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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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一個打,有一個打 好,我們到這裡來 呃,我們古厝 基本上以前他前面是種蓮花 這很漂亮,很可怕 整片 這是他們林家老祖先的老宅 三合院 那主要是宜徑 六戶樓 二區定那邊都有 這三個,三個戶樓 還有川朗 所以這是古宅的部分 那另外這邊它是休閒農場 所以是兩個結合的 好,我們等人都到 一刻,這是三合院比較多 有些是說有四合院的 四合院它是圍在一起中間的 一般比較算是 一、二、三、一、三 一、二、三 一、二、三 那農村一定是三合院比較多 然後北方的客人呢就是三合院 南方的客家人呢 他就是用那個圍龍 圍龍就是圍雲網 明明的,知道齁 廣東的圍雲 所以我們等一刻 一方客家人呢就是三個月 那一方我們會有貨草 貨草就是有那邊位移民或什麼 那他就叫做我們 當一個叫做有貨草 比如說第一年有貨草 是那種齁 所以他有貨草的貨草在這裡 所以等於三個月一樣 那另外有貨草喔 三合院貨草的貨草 是 總是有最低度的方式 是越來越貨草 所以如果現在你貨草 一般直接越來越貨草 第三貨草 第四貨草 它會越來越矮一點點 矮一點 這是均卑的意思 所以當時有它的 有它的規矩在 所以每個貨草會越來越矮一點 就說矮個一公分也是對的 這樣理解意思嗎 這是三合院的一個規矩 來我們來往這邊看齁 護草跟護草之間會有一個穿繞 有看到齁 那每一個護草都是獨立的 都有獨立的門 所以不管你是大哥 二哥 有沒有 他們就分支下去 所以你如果在鹿港 或別的看那個老宅 也是一樣 有些是更多 跟巴布隆 有沒有 一直很多都不一樣 我們來這裡看齁 你這邊看到一些元素很特別 像這個就是TR磚 TR磚如果有概念 就知道 日本的時候 台灣 台灣專業 專業要注射灰色 台灣冷嘎 所以你看到它的磚 那甚至連漆磚都有特色 一般來講 就有些磚 像這個T磚 有些釘字型的 有沒有 釘 釘 釘就是南釘 有沒有 所以它的牆壁 你看到TR 那日本磚 跟我們現在的磚不一樣 日本當時的磚燒的溫度比較高 那它這裡抓的顆粒也比較多 所以它黏著力是很好的 我們現在是平面磚 所以它硬度跟那個是有差別的 在當時日本社會用TR磚的話 就是 你家裡是蠻有錢 或者說其他才會用這個磚 這磚比較好 所以是不一樣 我們可以到這裡來看一下三合院 這邊是品課混合的 可是我們這是客家裝 那我們這邊是政廳 那政廳的話 你可以看到那個 上任會有唐演 有些唐演是做演員的 為什麼 唐演就是說我政廳是祖先的地方 那 小孩子以前小孩子在 在我們這邊 就會在前面玩 有沒有 那主 我們的 政廳的 政廳的那個 房子上面會有眼睛一樣那個 就是唐演 它就看著你的子孫在我的前面 漆下在玩 再理解一次 當然它有一個通風的功能 上面可以通風 第二個它就是唐演的作用 那一般我們那個 像我們那個三合院 會有唐號 你是哪裡來的 像我政廳的就是三型唐 或五層唐 就是可以知道你的出現來自哪裡 那客家人的話 因為這個地區是 閩南客家都有混居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客家的特色 那有看到閩南的特色 那有看到閩南的特色 我舉個例子 你旁邊會有個狼 這裡 像他是寫像春蓮一樣 像我們那邊客家人的話 就會寫我的來源 像我們來源的話 假如姓真的就是大禹的子孫 就是來自哪裡 就會寫對詩蓮在這裡 就會知道說你祖宗來源 在哪裡 那閩南人的話就不是 閩南人不會 所以這樣就有點閩南的味道 這樣比較簡單 可是這就是客家人 他們是客家人 所以等於說他的三合院 會混合著客家跟閩南 是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各位有回到去看一下 這裡有一些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看得懂 就是說我們有衡量 一般的衡量 你看到正中間有一個 掉一個那個 拜拜的嘛 那是拜天公 拜天公閩南跟客家又不一樣 客家人在拜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講 就是說拜天公一定要到外面 天公可以看得到 所以像我家是在外面的 對 那邊拜 那這個就有點閩南的味道 閩南人是在這裡 上面有一個拜天公的 對外拜 所以閩克不一樣 可是這裡是林老闆 就林家谷說他是客家人 可是他會這樣說 這個地區是閩南人 要有一個拜天公的 會說你 我叫他來 請我去過 我去過 那邊 我叫你去過 他叫你去過 做什麼 你去過 你去過